見仁不拔,即傲不尋吧 從內到外都是一個非常有力量的人 最大的挑戰就是李勳性格的複雜性 前期看劇本的時候 其實也認為李勳是一個冷漠,自我,也很孤僻 有性格缺陷的這樣一個人物 但是實際上我們會發現李勳這個人有非常豐富且非常獨特的生活經歷 他年少的時候他的父親去世的非常早 李勳手中一直把玩這個打火機是 我記得劇中有句台詞 他覺得這個打火機就是他的父親冥冥之中留給他的 像是李勳的父親把照顧好家人的這一份責任 轉交到了李勳的手中 他必須要替他爸爸扛起家裡頂樑柱的這個角色 那造成李勳性格的外因 我覺得就是他其實不像土通的青少年一樣 有課餘的時間 他基本在課餘的時間也在打工 也在掙錢 也在為了媽媽的醫藥費去操心 為家裡做一些貢獻 他現在其實心裡肯定是打工的 像一個高中生 對 我是絕對的說 我有這特效藥 我就能救我媽的命 我媽就永遠回 一世 也不能回頭 因為他已經做了 我之所以說李勳這個人物的生活經歷非常獨特 是因為他自從年少起就一直在失去 失去了自己的尊嚴 失去了自己最應該無憂無慮度過的這幾年 不斷地失去自己本就不多的 他是為珍貴的東西 媽媽後來也去世了 那這對於李勳來說也是一個非常大的打擊 一直在失去家人 包括他自己的健康 就算全世界的人不是人 我也和他不一樣 我什麼都當不到我 不是你 只是讓我自己 在李勳經歷了一系列生活中的不幸以後 他下定決心要做一個努力去生活的一個人 去為自己的事業去拼搏去努力 所以他不願意去浪費他的每一天 每一個小時 甚至每一分鐘 他不太和其他人相處 也不願意花時間去和別人相處 我為什麼要浪費時間 做小餐廳的時候 因為他覺得這些都是對於他來說沒用的事 如果他想做一件事情的時候 他不會告訴任何人 他對於自己設定的計劃 一定要堅決執行的 對於我而言其實去揣摩李勳的性格 包括去揣摩他生活中 我沒有經歷過的事情 是比較有意思的對我來說 就是有比較大的挑戰 現在要不要和亂 我朋友看到了 兩條 很喜歡的 現在有問題在車期間